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脸功夫最重要的就是基本功 而且是要每天都要做 我现在是乌松炭的脚脸 平时歹生们久着训练一些急出体力训练 联系你的肥活量 继续让它爆发力 我叫石岩亮 现在来到少林寺已经十年了 当时也是因为少林寺这部电影 看他们拿尖啊拿刀啊 就好像打下一样 但是赖到这以后并不是这样 在这儿来练了三年的基本功 接受能力呛了之后再学习这个兵器 我现在练的是这个表演双刀 在练习表演双刀之前 必须要把传统双刀练好作为急出 有一个简单的调阅动作 还有皮刊 练习好传统双刀之后 才可以联系表演双刀 表演刀呢非常爆 发出清脆的相声 会有一种战士感 双刀砍揍嘛 不发跟这个刀的结合 表演双刀呢 这就是要自己的构丝 去夹捏了基本功 需要捏优腾空的几桥甩发动作 最主要是身体的蹊跷性 手腕的灵活度 缓补啊 缓尾啊 转身啊 刺刀啊这些 都是喷通创造的 变变过来的 云用起来应该是灵活多变 练习双刀呢 最主要是练习这个腕力 练习双刀呢 吃出了一些基本功 可以让我增加腰部力量 还有这个手腕上的力量 小笔的力量 双兵器的话 就是为了突破一下自己 左右手都要开动 我有时候这个手腕上的 细调性会不好 有脑和做脑同时去云用 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困扰 然后我就会去想一些办法 去改善它 大羽毛秀呢 平常我都是一个手的 现在呢换成两个手 还有就是说吃饭的时候 一开始呢 我也是想着做手拿筷子吃饭 但是永不太 一刷一筷 一直这样吃饭 我还会联系 就集出了一些滚法 提料花 边滚提料 这都是加强手腕上的灵活度 吃福了直颠嘛 并不是说十天半个月 你就可以到好 好比一个动作 到那个垫 你要把它集在你这个 肌肉集上面 劝达千变 神发自显 兵器也是一样了 两个时间就过来之后 感觉跟这个兵器 太适合我了 就一直坚持到现在了 谁下那边的 举手 这边就是三个人 平常也会做一些 5H交流活动 有一些沾烟 最主要就是跟他们编排节目 带领他们派联 就好像舞蹈编排位置 和我们这一样 会有就是说上场 区别之分 他做这个动作 或者我们可以上涛 做一个消了几踢 怎么样去讨论一下 好可以 现在我在寺院里面 还秧了一只笑钩 当时见到的时候 手伤了 给它治好以后 我就一直秧到了现在 一传是一种配伴吧 生活中的一部分 我感觉 与到了刃 与死 都是一种历练 这个纸巷 我感觉 它就是一种境 可以让我体会到 动静之间的鑽变吧 可能大家人物里的功夫 只是巫术 其实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功夫 只是 每个人的功夫 暂时出来的不一样 大家见到的也不一样 不管你是着认和志业 与事情 只要你把它做好 坚持下去 这就是功夫 这就是你了功夫